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及SHARE 還有一間開幕的鐘仔 讓新片出口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今日經濟日報頭版報導 中銀收緊納米紐按期封頂利息高建P加1 P加1就是和我們早前所講 轉案的息口一致 6.875 內容就講到近期各大型銀行 對審批案件相對保守 早前應就舊樓工商店調高案件息率 他們綜合市場消息 有不少審批的個案 是做不到最好的封頂利率 即是P-1.75 有部分可能只做到P-1 有個別納米樓申請個案 更加是P加1 即是封頂利率去到6.875 較市面上見的4.125 高了2.75 看回現時銀行的H案 是H加1.3 而近期一個月的策息是4.5 即是實際息率是5.8 和封頂利率6.875 還有一段距離 如果現時以500萬的貸款 雅分30連環 年息是5.8 每月的供款是29,338元 如果以4.125計算 每月供款是24,233元 高出5105元 相等於21% 星資局按揭轉介行政總裁 莊錦輝解釋 香港銀行加息壓力增加 預計針對較高風險 物業按揭的加息潮 將會進一步擴大 樓齡較大的舊樓 可能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對於大瓦的按揭物業 審批也會進一步收緊 同時會視乎客人的質素 和物業的情況審批 如果其他銀行都跟隨調整 出租物業或納米樓的價格 預料會進一步收押 他們的分析是由於美國遲遲未有減息 市場資金成本高企 以一個月測息為例 雖然4月底曾回落到4厘以下 但最近一個月已經回升 至維持在4.5厘水平 相對來說 現時銀行批出的息率 實際是4.125 反映銀行按揭業務 是做一宗虧一宗 在過去十幾年 樓市長升長有 按揭被視為低風險業務 銀行願意較低的息差利潤 和一些高質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但近兩年 因為樓市波動 樓價又高峰回落超過兩成 市場上的負資產攀升至數萬中 所以他們會對一些流通量比較低 例如舊樓、村屋的按揭審批更嚴謹 我也解釋了很多次 以前的按揭業務 雖然賺錢就少 但非常穩固 以前買層1000萬樓 買家最少都會付500萬首期 而向銀行借的五成 還要通過加2厘加3厘的入息壓力測試 這類買家還不是好下 可惜金融管理局在去年至今年 不斷用行政手段 迫使銀行借出七成的按揭 還要取消壓力測試 兼且放大貸款額 這只是銀行借出 還未計算按揭保險那一刻 你一下子卸了那麼多風險下來 銀行肯住肯住 一定要找地方發洩 最終市民齊齊手 這話口未完 金融管理局應急不及待 在今日連同按揭證券保險公司公布 又是逼銀行吃多些風險 就說即使在2024年2月28日 即財政預算案之前 簽了臨時買賣合約購買樓花見期的買家 由今日開始適用於2024年2月28日後實施的放寬案件措施 簡單來說有三樣 第一是買家免押策 第二是沒有借案保的情況下銀行借出七成 第三是建築期的物業都可以申請案保 這些措施早早已公布了 不是應該全部都可以用得嗎? 胡說樓市是一個比較全面的解釋 是一直以來金融管局及HKMC的放寬案揭政策及案保限制指引 都是以簽訂臨時買賣合約日期滑線 如果你買樓花簽的臨時買賣合約 是在2月28日前 你就要用回當時的舊制 以後去年去到今年 金融管局已經放寬了幾次 所以層層樓花的買家條款都不同 隨著近年樓價下跌 樓花期的買家還要跟回當時的案揭條款 今次的修改對於早前的買家來說是好消息 但對銀行來說多了幾分風險 但有問題的地方就是金融管理局這段聲明 因應住宅市場的走勢 部分過去幾年買入樓花以後採用建築期付款的用家 在申請按揭貸款時 可能會遇到股價低於成交價的情況 而面臨需要額外籌措首期資金的困難 他們認為銀行在按揭貸款業務風險得到妥善管理的前提下 有空間未調2月28日公布的措施 以協助這些實際困難的用家 做到較高乘數的按揭貸款 這番說話似乎是想銀行硬食 即是你看到合約價就照做 原來不止我這樣想 胡說都是向金融管理局就這件事查詢 他們的回覆說銀行和案證公司審批申時 仍會參考目前市況定出的物業股價 換言之新智印不等於要按樓花合約價批出貸款 股價不足的情況依然會繼續 銀行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做 還要觀察一下 而未來半年將會有5500個新盤單位入伙 當中有82% 即大約4500個採用建築期付款 即快要上匯 只是這餐銀行也有時間吃 所以不帶多幾頂頭盔 怎麼搞得行 另外還有兩個指令給銀行 第一是簡法以資產水平計算借款能力的方法 以及在計算借款人的供款要入息比率時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扣減率 由之前的少三成減至少兩成 另外中原在今日公佈樓價指數 CCL最新報144.52 按週上升0.5% 指數在年跌6個星期後單周回穩 但仍處於7年半的低位 由今年2月撤落後13個星期計 錄到6升7跌 累計升1.05% 樓價繼續向下逼近撤落前143.02的低位 以較2021年8月歷史高位跌了24.47% 較去年4月份的高位跌了14.18% 而今年暫時跌了1.83% 究竟是否單周升了0.5% 如果以我所記憶的蝕像個案就不似 不過中原樓價指數又變幻莫差 今個星期可以升0.5% 下個星期可以跌1.5% 不過真又好假又好 業主來說尤其是負資產的算是鬆一口氣 之前一年跌6個星期 真是跌到心灰 另外這裏有個新盤的成交 就是新地發展為屯門的遇海灣宜 一前連沽兩個單位 其中一貨就是一座27樓D 面積501呎 以1,1499,000成交 赤價是22,953元 在屯門砌出23,000成交赤價 身地不覺得尷尬才好 在前日我才報這個項目 一單二手成交 虧了32% 就是一座中層M單位 成交赤價只14,098元 兩者相差9,000元一尺 現在買家湖山莊都不用9,000元一尺 即是同一個屋苑一個500呎單位 貨尾和二手可以相差450萬 對著這麽荒謬絕倫的東西 特區政府竟然沒有一個部門說關他事 所以作為銀行見到這樣的情況 怎會不害怕 米國雞昨天替了十多宗試驗之後 今日又有十多宗 不過我沒有打算說完 留下明天 第一間是為將軍路的都會站 一座低層H888呎海景 慢了1,338萬 車價大約15,000元 業主於2018年以1,488萬買入 次科6年將免蝕了150萬 相等於10% 第二間是馬鞍山中心 三座低層D室590呎 賣了626萬 車價大約106萬 業主於2018年用了751萬買入 次科6年將免蝕了125萬 相等於17% 第三間都是馬鞍山 銀海星灣魚25座中層F室511呎 賣了725萬 車價大約14,100 業主於2022年用了880萬買入 次科2年將免蝕了155萬 相等於18% 第四間是元朗半新樓山水營 三座低層A室928呎 賣了952萬 車價大約102萬 業主於2020年用了1088萬1買入 次科4年將免蝕了136萬日 相等於12.5% 第五間是火炭銀稀花園 六座高層置室510呎 賣了6038萬 車價大約11800 業主於2020年用了730萬買入 次科4年將免蝕了126萬 相等於17.3% 第六間太古城又有份 天山角低層F室536呎 賣了768萬 車價大約14,300 業主於2019年用了975萬買入 次科5年將免蝕了207萬 相等於21%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終開門的鐘仔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